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今天呢我们还是回头讲一下经济 因为呢美股的状况非常不乐观 这几天又大跌了1800多点 这个数字有一点可怕 几乎是我从老到大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数字 可是呢更可怕的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到这个结果里呢 他居然还发了一条推特说 大家不要信那个 那个是假新闻 我真的很想问川普 那你发的这个是真新闻吗 请问到底谁真谁假呢 我们到底该相信谁 投资人口袋的钞票是扎扎实实的钱 你发推特只是一则空气 你觉得我们该信谁 好那我们先不讲美国 我们先讲回台湾 台湾呢我觉得台湾现在就如同我下的标题一样 叫做经济碟股票崩 台湾人依然活在美梦中 听起来有点像打油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媒体所报的新闻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在报疫情 而且是歌公宋德班的把执政党的功劳捧上了天 现在天底下仿佛只要民进党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蔡英文领导都是对的 苏正商说什么都是对的 其他的通通是错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防疫抗疫成功的大帽子戴在头上 只要谁鼓励他 只要谁批评他 那你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 就会被全民扔石头 因为台湾人你们可能太久没有成就感了 难得碰到一个疫情 台湾并没有发生很重大的疫情 感觉自己好像被全世界称赞 你们就尾巴翘起来上了天了 我觉得这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你们还活在梦中你们不知道吗 因为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 当疫情过去的时候 就像大海的潮水退了一样 到时候谁没有穿裤子就非常清楚了 台湾的经济早就不堪一击了 现在是因为疫情 蔡英文政府 他们用尽的所有办法就是花台湾人的钱 而且是后代人的钱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他才刚当选没多久 就接到蔡英文的电话 蔡英文不是恭喜他当选 而是告诉他说 你们党团对于我们的防疫预算还没有通过 请你们要尽快加快脚步 因为这笔预算对大家很重要 是对大家很重要吗 还是对他很重要 大家都可以看到 民进党对要钱这件事多么的着急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你们做的对呀 你们身为在野党本来就是要 好好的帮全民把关嘛 就算是疫情 我觉得钱也不能乱花嘛 不能说今天有疫情 把这个大帽子往地上一放 就说你们谁要是不通过 这笔预算 你们谁不乱花钱 你们就对不起台湾人 害死人就要怪你的 我觉得这又是民进党恶劣的地方 找到一个明目就要随便乱花钱 而且还不准别人质疑 而且呢 绿色媒体还群起了工资 所以我说民进党的可恶是矿骨少有 老百姓要是还是只是沉醉于 台湾的抗议非常成功 台湾的防疫世界第一的这种美梦神话中的话 那以后大家也不要骂民进党他们是义和团了 因为他们连义和团都不配 义和团还知道 他们牺牲生命跟洋人对抗是为了保家卫国 可是民进党这群人 他们只是为了要花钱 只是为了要把台湾的老百姓钱花光 哪是什么保家卫国 根本就是一群国家的渡虫 经济情势越来越坏 可是民进党他们的办法只有撒钱 撒钱谁不会 问题是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赚回来 我们现在每天听到绿媒的歌功颂德 都是哎呀我们现在口罩又生产了多少片了 又可以达到多少上限了 日产一千万片了 这个日产一千万片 我听起来就是有问题 我真的很想问一句 那好 那这日产一千万片 万一有一天疫情停了 疫情没了 那这日产一千万片会剩下几片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生产口罩 需要进设备 还需要增加人手 这两个最基本的吧 还要增加 就是说你的这个企业成本会增加吗 好 你现在把产能提升了 你可能多开了十倍的生产线 多请了十倍的人 可是等万一哪一天疫情过了以后 那请问一下 你这多的这个设备跟人 这个钱要怎么消化 难道那时候再把机器卖掉 再把人裁员吗 这就是你们的策略吗 要提高产量谁不会 国家扎钱进来 然后我们把设备买进来 把人请进来 可是你们有没有去准备好 万一哪天疫情过了以后 这些人的退场机制是什么 还是到时候这件事情会被民进党拿来说事 说国民党或是其他质疑他的任何政党 说我当初是为了救国救民 所以才花这个钱 现在退场机制弄不好 怎么可以怪我们大家要一起想办法 反正民进党就这样子嘛 为了要抢功劳不择手段 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退场机制是什么 反正钱先花了再说 假如所谓的民主政治 就是这般的比民粹还要民粹的义和团式的政治 所有事情只要拿出一个防疫 一个抗疫 一个其他的名目 不管什么狗屁刀招的名目 你们就可以乱花钱的话 你们有什么资格 像大陆是极权国家 台湾还说自己是民主国家 你们根本就是比极权国家 还要可恶的极权国家 因为极权国家 至少做任何事情 他是名讲的 可是呢 你就偏偏要先拿一个道德的帽子 戴在头上 然后戴着这个帽子 站在道德制高点 指责所有批评你的人 这样的做法是民主政治支持 不但是民主政治支持 而且老百姓 你们这样的被愚弄 你们还以为自己活在 政府多么有效力 多么抗疫成功的这个美梦中 真是滑天上是大击 同样的事情 要是国民党来做 或是其他政党来做 就会被你们说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可惜你们来做 就是正正当当 就是为了救过罪名 民进党的不要脸 真是天下无敌 而台湾的愚蠢也是天下无敌 美国这次的股票大跌 经济下滑可不同以往 我们可以看到 美股这次疑似跌了1800点 而且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也在下跌 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投资人怕了 怕未来的经济情势不晓得如何 所以他把钱从股票抽走了 把股票抽走以后 他又不愿意去买美债 所以这些钱到最后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就是存在银行 或是去买一个保险箱 把他们所有的钱换成等值单价高的贵重金属商品 因为房地产那时候他们也不敢买 房地产那时候可能买下去 血本无归 因为盖的实在太多了 根本不晓得哪一个才是投资标的物 当大家都不敢再花钱的时候 就会造成通货紧缩 而当全世界有一个国家 叫美国这个国家 当他的人民不再花钱的话 也会造成全世界的通货紧缩 全世界通货紧缩会造成什么结果 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 当海水退潮的时候 谁也没有穿裤子就会露出来 台湾的经济体质 有好到可以对抗这么强大的经济破坏力吗 假如没有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办 请问一下民进党 你这个伟大的执政党 你这个目前被绿美捧成宇宙无敌的执政党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告诉我们吗 假如没有的话 那我们现在岂不是活在美梦中 然后等着梦醒后等死吗 看看现在国内的经济状况 疫情都还没有过 国内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哀鸿遍野 饭店倒闭了倒闭 出走了出走 而我们以以为要的科技业 现在是不是也出口被砍单 可是我们被砍单 你要怪中国大陆 我觉得很可笑 电子业在全世界各地 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 我们的对手根本就不是中国大陆 而是韩国或日本 可是呢 我们的绿色媒体却偏偏叫说是大陆的错 今天台积电被砍单 大家也看到了 是中国大陆的错吗 还是全世界因为不景气 大陆也要照顾他们自己的国内企业 所以才砍了台积电的单 这样子也要怪大陆人 当台湾你们每天对大陆恶言相向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你们自己是为了逃避政治责任 或逃避执政不当或逃避乱花钱 而别的理由呢 而且台积电根本就是美国提款机 台积电在台湾 虽然帮台湾赚了很多钱 可是它面临的是双重夹击 就是说它赚钱的时候会被美国拿走 怎么拿 就是叫你买他们那些过期的破统烂铁的烂武器 要不然就是用什么自卫财产权来告你 反正美国人只要说一句要钱 台湾人就会乖乖奉上钱 因此台积电赚钱的时候 美国会用各种名义把它捞走 可是大家赔钱的时候却要全你纳税人来还 可是绿色媒体根本不管3721 他就喜欢把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 随便编个理由怪在大陆头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选出来的这些新的民意代表 他们不管说什么做什么 全部的矛头都指向中国大陆 我们这位激进党的新科力尾 你看看他提的政策 什么成立中国师内交部 我觉得真是很可笑 我就像你们激进党最该成立的就是杂交部乱交部 你们根本就是一群伦理部分的畜生 像你们这样的人只适合去动物园 你们更不适合来立法院 你们的立法院真的玷污了立法院 虽然台湾的立法院已经误会不堪了 可是加入了你们更加糟糕 西方世界把民主政治宣传的多么好 感觉好像是人类永远的救星一样 可是你们看民主政治在台湾 所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畜生德性 难怪有人说民主政治就是什么样的人 选出什么样的民意代表 台湾现在大部分的人已经跟激进党一样了 或是跟民进党一样了 根本都不配当人 而是在媒体的洗脑下 日渐退化成畜生 退化成野兽 民主政治烙在这些畜生手里 根本就是一个贪赃忘法 贪污舞弊的地方 可是即便如此 台湾老百姓依然是里面活在美梦中 而不愿意醒过来 因此综合以上几点 台湾的未来经济走势已经很明朗了 就是当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一定会拿台湾开刀 所以台湾接下来 一定会在美国各种要求下开始买武器 还有美猪跟美牛 而且开始不断的挑衅中国大陆 因为当美国经济不好 又无能为力的时候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经济恢复 就是他要挑动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开始发生战争 或者局部的不安 这样子他才可以卖他的武器 因为美国现在除了武器以外 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外销了 所以台湾可能会当成他第一个棋子 第二步当然就是把台湾赚的钱 比如台积电 或是我们电子业在美国赚的钱 他用各种办法来告你 或是用各种办法跟你要钱 你不给都不行 其实我觉得美国这种智慧财产权 根本就是全世界最贱的一招 因为什么叫智慧财产权 我觉得什么智慧财产权 我才不理他 我要扣笔就扣笔 我要下载就下载 你把我怎么样 什么叫做造成创作人的伤害 放屁 我告诉各位 美国就是用这种 什么所谓的智慧财产权 来扼杀全世界 因为他们掌握知识科技的时候 就跟当年船间泡利一样 用高科技来宰治你 而且还不让你用他的科技 因为这样子你就不能跟他竞争 永远当他的奴隶 其实我觉得当一个知识 或一个技术 可以让全世界进步的时候 我们当年要仿冒 当年要扣笔 我们怎么可以背下宰治 背下什么所谓的智慧财产权限制呢 假如说智慧财产权 用科技可以限制于国家的发展 可以用智慧财产权 来扼杀一个国家的进步的话 那我觉得中国跟印度 就应该站出来 来告美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四大发明 火药 造紫术 活字印刷跟指南针 而印度有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没有了四大发明 请问西方的封建国王智慧 如何被打破 民主政治又如何产生 而文艺复兴又如何能够延续 更不要说 新大度的发现也不可能发生 现在的美国 还是印第安人住的地方 请问西方的文明世界 能够持续到现在吗 所以中国 你应该提出你的智慧产权权专利 你不准西方人用纸 不准西方人用火药 也不准西方人用活字印刷 我看他们怎么进步 而印度人 你们更应该站出来 不准西方人用阿拉伯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是你们的科技发明 有智慧产权权 而当西方人不能用阿拉伯数字的时候 我看你怎么发明电脑 所以说 我觉得 用什么科技智慧产权来限制人类发展 根本就是一个可恶的措施 根本就是一个下限的招数 就是你为了不希望别人跟你竞争 而想出来的一种烂招 而台湾人 我们却活在这样的洗脑下 以为智慧产权权是多么至高无上的一种概念 其实错了 这个根本就是帝国主义 载制其他国家的一种方式 而你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大家脑袋要清醒一点 对于西方世界所提出的任何价值观跟想法 我们都要一再的质疑 我们才不会活在梦中而不自知 而且我们要训练自己一种能力 就是不要只看新闻表面 它所提供你的意义 而是你要看新闻背后 它所要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就拿这一次 美股为什么全面崩跌的原因来说 其实我告诉各位 我觉得这次的美国股灾 应该是美国人之作之受 因为当初美国人为了要搞石油美元霸权 他拉拢了沙奴地阿拉伯 拉拢了中东这些产石油的国家 跟他一起撑起这个石油美元霸权 可是现在他们自己采业岩油了 他们想抢回石油市场的份额 所以降价求售 开始用价格战去抢中东世界 沙奴地阿拉伯他们石油市场的份额 因此才引爆了一年串的石油价格 不断的往下滑 这就是两方对战的结果 跟这次的疫情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觉得媒体根本都是胡说八道 什么美股跟疫情有关 其实美股的下滑 就是因为沙奴地阿拉伯这些国家 他为了跟美国拼石油的价钱 他需要很多的现金 那这么多的现金应该去哪里拿 但是从美股跟美债市场拿 所以他才不断的抛售美股跟美债 才造成的美国股价下措这么严重 要不然各位想 请问还有什么东西 比沙奴地阿拉伯世界 他们这些富豪们 把他们手上的美债丢出去 这个事情要严重 因此我的判断是 这场石油价格战还有的打 因为对沙奴地阿拉伯这些国家来讲 石油就关乎于他们的经济命脉 石油价格要是崩了 石油的市场氛围要是被美国占了 他们就涌无翻身之地 因此我觉得石油价格还会打一阵子 美股也暂时会翻不了身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我并不是什么专家 只是把我的看法说出来 给大家参考而已 那最后我还是要把我的话题拉回来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提出几个问题 问一下我们现在伟大的执政党 第一个就是 你对于我们现在扎出去的钱 你所谓的疏困方案 那这些钱要是没有效果的话 请问有没有后续更好的办法 还有对现在濒临倒闭的企业 还有这些观光业也好 农产品也好 假如我们没有了中国大陆市场 请问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是继续撒钱 还是只是用口号 用意识形态 用仇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他要是向台湾兜售武器 或者想要利用台湾去挑衅中国大陆 挑起区域的紧张 以利他卖武器的话 请问你会不会照着做 那假如你不照着做会怎么样 那假如你照着做 你有什么阴影方案 以防惹入大陆后 你会得到不可测的后果 第三个就是 你现在花了这么多钱纾困 请问你怎么赚回来 你到时候会不会用 涨水电瓦斯民生必需品的方式 把钱捞回来 还有就是这些口罩工厂 你现在把那厂能困到这么大 万一有一天疫情消失了 那这些口罩工厂的员工跟设备怎么办 是继续用纳税人的钱养着 以防下一次疫情 还是你就准备把员工遣散 以及把机器拆除 这些事情你都必须跟我们说清楚 当然我知道 以你们的个性 以你们这种推脱赖 只会真功为过的个性 你们不可能说了明白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不会说明白 所以我才要提出来 提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我们国人 能够不要在睡梦中 你们真的要好好的清醒 来看一下 你现在面对这个执政党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德性 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方法 在诈骗台湾老百姓的智商 虽然台湾人的智商 已经越来越低了 但是我还是在这边呼吁 还在睡梦中的人 以及还在陶醉 台湾是世界第一美梦的这些人 你们要赶快醒过来 因为你们要是再醒不过来 那台湾的未来 就算大罗惊鲜下凡 可能也没救了 好 今天节目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